我们计算3和6的乘法 你们懂不懂背3和6的乘法口诀呢? 现在我们将这些格子填上适当的数字 这是3的乘法结果 31得3 32得6 33得9 34112 35115 36118 3721 3824 3927 3乘10得30 这个就是6的乘法 每6个一数 6 1得6 62112 63得18 6424 65得30 6630 66742 6848 6954 6乘10得60 现在我们将3和6的乘法结果 放在一个表里面 然后观察它的结果 你会发现什么呢? 开始了 3乘1等于3 3乘2 3乘2得6 33得9 34112 35115 36118 3721 3824 3927 3乘10 3乘10得30 现在做6的乘法 6乘1等于6 6乘2 62 12 63 18 64 24 65得30 6636 6742 68 48 69 54 6乘10得60 现在你观察一下 6的乘法结果 和3的乘法结果 你会发现什么呢? 有没有看到 6是3的两倍 12是6的两倍 18是9的两倍 24是12的两倍 那一直看下去 60是30的两倍呢? 那我们发觉 原来6的所有乘法结果呢 都是3的乘法结果的两倍 那还有发现什么呢? 你有没有发觉 3的乘法结果 和6的乘法结果 有相同的地方吗? 现在我们找它出来 例如3乘2 4就是12 6乘2 又是12 3乘2 6乘2 是18 6乘2 3 又是18 还有呢 3乘2 8 就是24 6乘4 又是24 那还有没有呢? 还有一对 就是 3乘2 10 就是30 6乘5 又是30 那我们先先看看这题 一直行有三支笔 那六个直行 还有多少支笔呢? 1 2 3 4 5 6 这里是六个直行了 那我们可以用乘法计算 3的多少倍呢? 没错 3的6倍 那我们写成识的时候呢 记住 倍数通常写在乘好的后面 就是3乘2 6 等于多少呢? 那我们怎么找答案呢? 我们可以用数数的方式找答案 一起数 3 6 9 12 15 18 我们也可以利用乘法口诀的 那我念一顿口诀 3 6 18 那几快取 我们就找到 3乘2 6 答案是18 那如果计算乘法那时候呢? 你会用哪一个方法去找答案呢? 还有为什么呢? 你会用数数的方法 还是用乘法的口诀呢? 我就会利用乘法的口诀了 因为 是最快的 现在我们用乘法来计算 第一题 一只蚂蚁有六只脚 五只蚂蚁共有多少只脚呢? 有六只脚呢? 六有多少个呢? 六有五个 即是六的五倍呢? 那我们写到成识呢 就是 六乘以五 记住 五是倍数 通常写在成号的后面 答案呢? 那我们用乘法的口诀 六五得三十 所以是三十只 如果我们可以背熟乘法的口诀呢? 很快找到答案的 那现在你们要做五题乘数 你用乘法口诀去找答案 大声点讲答案 我负责帮你们写个答案出来 准备 A 3 x 4 B 3 x 7 C 6 x 9 D 6 x 6 E 3 x 9 是不是全部都对了呢? 做些五题数都不用一分钟 如果你背熟些成发口诀呢 就很快找到答案的了 好了 现在考虑了你们 蜻蜓和蝴蝶 就在花间飞来飞去 它们会飞到哪朵花上呢? 现在替它们找出飞墓的路线 现在先替蜻蜓找出飞墓的路线 好了蜻蜓呢 它是会跟着正确三的成发结果来飞的 那这些假就会填上红色的一剔 那现在我们找正确三的成发先 好 3 1 得3 3 1 15 3 9 27 3 4 1 12 3 x 10 得30 那还有没有? 3 x 1 错的 这里有重复 都是错的 3 x 22 错 39 也是错的 3 x 23 答案是错的 所以蜻蜓就是跟着这几个红色的一剔 就飞到红花上面了 那又跟着到蝴蝶了 蝴蝶飞行 它是沿着正确六的成发结果来飞的 那这些格子会填上蓝色的圆圈 那现在我们找正确六的成发结果 6 1 得6 6 8 48 6 3 1 18 6 9 54 6 4 24 那还有没有正确的成发结果呢? 看一下 6 x 2 答案错 6 x 2 10 错 6 x 2 6 答案是错 6 x 2 5 答案都是错 所以蝴蝶是跟着蝴蝶是跟着蝶蝶的圈 就飞到这棵花上面了 所以我们知道蝴蝶飞到红花上面 蝴蝶飞到黄花上面了 考考考你们 7 x 3 等于多少呢? 7 的成发我们没学过的喔 那你們懂不懂計算呢? 嘩,你們好聰明喔! 很多同學都說懂計算,為什麼呢? 因為乘法有交換性質 7乘以3,可以寫作3乘以7 我們用3乘法計算 3、7是21 那就看看這條 9乘以6答案是多少呢? 9乘法我們未學過的 同樣道理呢,我們知道 9乘以6 乘法有交換性質可以寫作6乘以9 我們用6的乘法來計算 6、9就是54 好了,記得念乘數表,再見!